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干什么啦?还没完啦? 你谁还没完?怎么这个责心呀? 人家把人家马上叫你扩刷人呐? 还没完啦? 你们怪你,也不是你的责任 怎么这样啊?给你们四个字,换的换死 想赢怕输,你们想的太容易了 这是一个有实力的队伍 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实力上去 如果没有实力,也是一个平常的心 对吧?再断练 上不去,中将再断练,你还要踢球啊? 你才十九二十岁,是吗? 那十七年一天的事情 爬窗爬出巨黄和协会两人 爬窗爬出去回来,发款 发款以后,他拿了这个钱 拿了这个钱去买那个Polo 那个Polo那个T恤 给其他队员因为捡 他就说这个是小黄和协会爬向出去的 结果回到他自己的房间 衣服买了啦 我说衣服又买了啦 钱没有啦 这个签名的积极性没有 他就彻底地把我发的钱还给我 那时候不是封房吗? 那时候你爹选 我选了以后 那时候两方人听 他就洗澡的时候问我 刘君怎么样,两方人满意吗? 我说满意 他就说,满得没出息 因为他从小培养我 吃住在他家里边 这点的话 我是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我跟他这份感情不同一起的 我从十八岁就开始跟他 我们可以公认他 应该是中国足球界的教父之一 开着电瓶车,带着生人 和李老师两个人 你到可以训练的时候 从你环境不错 你闹到球场开一圈 开着门,看一会 看一会 你周围老的教练说有什么 我闷着帮你做 晚上花点时间 小房今天训练不错 今天训练蛮好的 那么跟你说什么 轻松了 开心了 走了 他说你不开过来 这个鞋一拖就要上来 你就要说 你别人怎么弄 我说你 我说你 这个我说我们走了 范志毅十八岁就跟随徐根宝练球 是徐根宝最为信任 也是最为得意的弟子之一 但他在东亚队 仅仅待了一年就离开了东亚 除了和徐根宝足球理念上的分歧 个性都非常鲜明的二人 性格上的冲突也是重要的原因 就在徐根宝最需要帮手的时候 范志毅走了 上海足球界最有号召力的两个男人之间的合作 实在太过短暂 他在整天研究 平时是在武丛林拿着个笔拿着个就跟我聊足球 这个怎么样 这是常态 只要了解足球的话就没完没了 我已经说了 球痴嘛 上海最大球痴就是他们 其实挺无聊的 也没什么朋友什么都在上学上班 基本上就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 我那时候就想 平时没什么时间照顾父母 所以说就想和他们多待在一起 待一会儿 我这边比较宅 一般喜欢宅在家里 所以说也算是宅男吧 这一步就是方许长圆一个梦的 十年末一见嘛 然后想踢到中国的曼联 从小踢球的目标 就是能踢上那个中国顶级联赛 然后还有就是为国效力 这个这个就是从小就有这种梦想